网口台 我就看她 相亲家说话挺幽默的 完了这个说话还挺透露的 有的就想找丧偶的 我不能找丧偶的 丧偶的以后 咱们又到入土的时候 俩人不能殡障 那你上耳殡障 还能回这头 走出这步就不能回来 大妈找老伴不找丧偶的 目的是将来能和她 病葬在一起 以此逃离和前老伴 埋在一起的命运 今天来相亲的是这位猪大妈 猪大妈的家住在辽园农村 一进院 童娘就惊呆了 家这片挺大呀 老大的 一直到这边这个树 这一大片 这个都是咱家的 那些树都是我的 那个树也是咱们的 小树都是我的 大树 钉大树 这么都是我的 爷 你家这都不能算圆了 你家这都应该算是一片地了 照理说 红娘这农村也没少去 但像猪大妈家这么大院子的 还头一次见 可虽然猪大妈家的院子不小 但猪大妈的生活 却是出奇的节俭 都磕上干 我结婚的衣服还有呢 这是在哪年阶段 我儿子都41了 那是结婚第二年争取 我没有光年 我知道 这倒多少回笼了 挑结实的高这个前后心 不结实的高袖子上 这不就是什么 实际是一样的毛线 四十多年前结婚实质的毛衣 猪大妈直到现在还舍不得扔 平时新衣服更是一件也舍不得买 但为了这次相亲 猪大妈却破了例 就这几年说相亲相亲买点衣服 就身穿这个 这个花多少钱呢 150 裤的也是 裤的7080了 这个时候要相亲我买的 我现在相亲去的话就穿这个 买这个 还没穿呢 没穿呢 就让我洗的头 做还洗的脚 那就这么带 一会儿相亲见面的时候咱换一下 就花多少钱呢 跟这个裤子给一块买的 这两个花了将近200块钱吧 一个裙子加一个 还有这个 看来猪大妈对这次相亲 起予了很大的期望 因为她的头一段婚姻伤他伤得太深了 就是没嫁对人 我的口窝腾了 当年由于父母一个错误的举动 葬送了猪大妈一生的幸福 发现这人不行 喝酒碎嘴子 家把我这彩礼钱都花了 给不上 这头要那头给不上 就这么结的婚 二人结婚后 猪大妈便开始了 她暗无天日的生活 这一天不打仗 两天都早早的 就是喝酒 耍酒疯 打一门 一句话 啥也不用就打你 我就打你 你就提提打一门 你看看 我这个儿子打包 08年打的 那血吧 打完了 跟这个儿子穿挺远的 可以说结婚后的每一天 猪大妈都是过得胆战心惊 但是为了孩子 猪大妈一直在咬着牙挺着 直到丈夫最终生了重病 正如猪大妈所期盼的那样 如果善良的她 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她此生便在别无她求 但对未来的老伴 她一点也不想将就 借受这也不干 我也不能找个根钱 那室里边都送地的 一般老人都乐乐得的 没点手艺 不能找 这么心里手小 能找的啥也不是 啥要是不如不找 看来猪大妈的心气 还是挺高的 其实在她的心里 早已经有了一个人 王国台 我就看她 相亲上说话挺幽默的 完了这说话还挺透露的 王大爷是好久以前的一位嘉宾 她家里兰的八个监控 曾经让相亲的大妈望而却步 而猪大妈对此又是啥态度呢 对不少监控 人家看她这都说 上她这赶上的什么的了 门儿跟她家大爷 不行受限制 都怕受限制 我行话了 那你隔一家哪个监控 你有啥不怕受限制的呢 我不怕这个 除了相中了王大爷幽默的性格外 猪大妈还相中了王大爷一点 我就看她离异得挺好 别有的就想找丧 我不能找张 照着以后 咱们又到入土的时候 俩人不能病障 那你上哪儿病障 还能回这头 走出这步就不能回来 之所以要找一个离异的 竟是为了将来自己死后 能和她病葬在一起 可见猪大妈 对之前的那段婚姻有多痛恨 不但是生前 甚至死后都想远远的离开她 了解了猪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急忙给她联系了王国参王大爷 没想到一见面 就把红娘震惊到了 两年没见 咋的还年轻了呢 头发是染了是咋的了 还那样我不眼 从来不眼 那这两年没见 就一丁点没见了 两年时间过去了 王大爷虽然没太见老 但却依旧是单身一个人 红娘见状赶紧说明来意 有人相忠你了 可相忠可相忠你了 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得知还有人这么相忠自己 王大爷立刻就沉浸在幸福之中 此时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赶快就见到这位大妈 这还用我介绍吗 不用介绍 不用介绍了 王国财王叔 这是朱美媛 朱姨 那这握手 要吃哪个呢 一见面 二人竟都有些紧张 对彼此的印象也都不错 跟电视手一样吗 一样 没有两样 他也没见老 有点没见老 我有眼光 我知道我自己有眼光 丑着演员看的还可以 但是有一点这短头发呢 这短头的人都有点隔路 就以前介意 现在就不介意了 王大爷的相亲节目 朱大妈确实没少看 甚至每一个细节 他都清楚地记得 我才说他抽点烟 那时候我没听说喝过酒 我那女的时候不让他抽烟 他气得把烟 一下就把烟皮了 大姐现在就差抽烟的事 给个态度 我烟的现在就冷了 咱们不抽了 就冷了 咱们不抽了 而王大爷再一次用幽默 赢得大妈的芳心 我冷过也没冷多远 我冷车上了 然后又捡回来了 成不成俩说 当时是那种事 是不是 我不抽了 是不是 我记了 我能真正冷 我能往哪冷吗 我那边冷 他们啥就长得来 反正你挺幽默的 面对西医的王大爷 猪大妈一刻也不想再等 她甚至做好了当天 就去王大爷家的打算 好家伙 这八字还没一撇 猪大妈就已经开始 考虑火化以后的事了 但此时她心里还有一个担心 必须要当面和王大爷说的清楚 可没想到这句话一出口 瞬间就让王大爷的情绪 最激动起来 你老听哪个哈 现在都死了 她回来咋办呢 哪回来啥 不再回来的 那你是不是长不长问题 你还长啥眼睛 你去听那个话 我不敢听那个事 见王大爷起身要走 红娘急忙替猪大妈解释 今天她特别想用你 都想跟着你直接就回过日子了 姨是丧偶对不对 你那边是姨 她怕的是啥 她怕的是万一你过一段时间 你前几万一回来 听了红娘以及猪大妈的担心 王大爷竟拍抗发誓 当得知了王大爷那段曾经的伤心过往后 猪大妈竟然心疼起王大爷来 她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提起这件事 她决定要和王大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来到了王大爷的家里后 面对王大爷撒乱的家 猪大妈竟说出这样暖心的话语 明天自己收拾呗 你那啥也不用收拾 你家屋里有人样给来干啥的呀 你人性格多好啊 说的话实际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对小弟的支持 最近我的商品橱窗已经开通 里面每一个物美价廉的商品 都是我精挑细选 衷心期盼您的光过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